打个比方,地球就是一辆车,只要它是元素运动,不管它是一秒四百米还是四万米,坐在车上的人都不会有感觉,因为人相对于车是静止的,但如果它突然停了,那后果就跟踩了击刹车一样。 地球停止一秒钟,地球上原来运动的万物,由于观醒都已同样速度运动,地球表感觉不出变化,只有地轴,地轴心原来几乎静止,它就变成反向高运转起来,产生大量热量从而地表升温,南北移冰雪全化,海平面升高,地球直到地轴化身改变,从而地球回到四十五亿年前,停止公转一秒。 离席力无法平衡太阳引力,地球会朝着太阳的方向移动,更接近太阳,月球不会停止绕日公转,月球的绕地轨道面会被拉伸,对地球其他方面的影响是微弱的,毕竟是一秒,停止自转一秒,海洋会在观星作用下冲向陆地,地河流动会受到影响,进而影响地磁分布,地表非固定的东西,都会受到观星影响。 珠穆朗玛风都可能缺折,所以在建筑中的人要死得最快,其次是风,全球大为内的气流,同时加速尤其是在热带,气风速能吹走任何体重的人类。 当然了在高维度或许好一点,然后是海水与风的效果一样,热带地区淹没海拔500米以下的陆地,维度高到或许比较轻。 最后最关键的一点,人本身也会因为观星瞬间达到极快的速度,还是高维度地区最轻。 当灾难发生以后,估计也就北极圈和南极圈数在最小,不过剩下的人类要面临的事情更棘手。 地震海啸火灾饥荒疾病,没七八年剩余的人类就不能安生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